大家好,我叫暖曼谷里,新疆巴州若羌人 看到蓬佩欧,郑果恩说我们维吾尔族被枪制节育 你们说的都是谣言,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样 我的女儿几年两岁了,如果我们维吾尔族被枪制节育 我怎么可能有女儿呢? 我和丈夫打算几年再生一个小孩 我每个月有四千元的收入 家里还有十母红糟地,五头牛,二十只羊 我的丈夫在外面工作 我们一家一年收入九万元,生活过得特别幸福 从来没有人强制我们接狱 宝佩欧,郑果恩,你们的谣言是没有人相信的 从来没有人强制我们接狱 不要拿我们维吾尔族说事